Hello,我是你们的小熊兄弟 我们进来测试全球首款240盒子QD OLED的电竞旗舰 三星OLED G9 那今天会有一些不同 我们测试了两台G9 那其中一台已经在我的手中了 这是它的OLED的面板 那为了更好的还原和测试它的整个结构呢 我们将另外一台已经拆成了一个碎片 跟大家稍微提一点 它采用了一颗量子点8K的芯片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它的表现 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 三星OLED G91N采用的是和OLED G8 它类似的环保褐色纸皮包装 达它的包装配件包含了一个电源试配剂 一条电源线,一条DP线,一个底座,一个支架 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收到的是研发工程样机 实际的量产版本在外观和固件方面可能有所不同 接着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 底座领上两颗免工具安装的螺丝 支架在卡顶面板本体就算安装成功了 整体的安装便利性相比OLED G8是有进步的 这点值得好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这和我们之前测试的OLED G8风格是相同的 正面采用了四边微边框的设计 底座为扁平的六边形金属材质 稳定性有一定的提升 整体正面的视觉冲击感十足 侧面来看机身溜背式的设计非常鲜薄 背面来看上半段使用了大量的金属背板 中央位置是三星渲龙骑士标志性的圆环核心光环设计 灯环的RGB强度和颜值都是非常出色的水平 在光环的上方有两条散热开孔 下方有一枚五项摇杆按键 支架方面它支持升降和抚养调节 调节的阻力感是不错的 接口方面它配备了一个DP接口 一个标准规格的HDMI接口 一个MicroHDMI接口 一个Type-C上型接口和两个Type-C下型接口 整体来看这套模具的设计非常出色 接着我们来开机 一起来看一下全球首款240Hz QD OLED 三星G9的实际表现 首次开机 屏幕中央是三星的标志 接着需要进行一些初始化的设置 然后选择信号源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第一观感 整体的色彩艳丽 默认观感亮度一般 但将菜单中的亮度设置拉到最高 整体观感亮度会很足 这在现有的OLED显示器中 是很优秀的表现 同时由于G9是镜面屏 画面显示通透没有游历感 通过仪器的测试 它达到了156%的SGB容积 相比OLED G8提升了近10% PBI为108 实际的字体显示和图标清晰度表现不错 相比上一代175Hz的QD OLED面板要更好一些 像素点方面 通过显微镜的放大 它的RGB像素是品质型的排列 指像素的形态从之前的六边形 改为了现在的正方形 开口率得到了提升 BM区减少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字体毛刺的现象 而实际菜单方面 它采用的是三星电视Tizen系统 这和我们之前测试的OLED G8基本相同 操作的方式是背面的五项摇梗按键 或者是随机附阵的遥控器 遥控器比较小巧 并且支持Type-C接口充电 对于这种尺寸较大的机型是比较方便的 但界面的操作逻辑相对复杂 用户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 我们来说下它的基本功能 在专家模式中 有屏幕亮度 对比度 色温 白平衡 伽玛 色彩空间 峰值亮度等选项的调节 我们先来说下色温 默认为6572K 菜单中还有标准 冷色两个暖色的调节 其中色温最冷 可以达到11584K 最暖的色温为5076K S在亮度方面 我们将屏幕亮度调节到最高 实测 全屏最大亮度为256L 10%的APL状态下 可以达到438L 色域空间方面 它有sRGB和P3两种选项 通过仪器的测试 sRGB的覆盖率为100% 平均色差值1.7 最大色域3.61 表现比较优秀 P3色域覆盖率为97.9% 平均色域1.91% 最大色域5.74% 偏差较大的部分 主要是青色 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 使用成像仪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 生成3D ISO图像 它的全屏亮度 保持在250L左右 以国标25宫格 生成它的均匀度数据 最大差值为2.64% 表现非常出色 切换到色温模式 全屏色温在 6344K到6566K之间波动 紫色区域在6400K左右 四周的位置接近6500K 整体色温均匀度的表现 也是非常出色 切换到全屏黑厂 由于OLED的特性 它是不发光的状态 但屏幕表面存在反射 因此我们测试了 它不同环境光照度下的 对比度数据 整体的表现 相比OLED G8是有进步的 这主要得益于 它颜色转换成玻璃基板的优化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视角成像仪 生成雷达图 红色区域的最佳水平 和垂直视角都接近60度 黄色区域 也属于是优秀的级别 总体来看 OLED G9的视角表现 非常出色 平闪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它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SDR 调节亮度 都不会改变波形的占空比 不属于PW的调光 由于OLED的特性 它存在着跟随刷新率的频闪 在250L的白点亮度下 频闪波动深度为10.18% 同时 我们还测试它各白点亮度下的SDR 整体的曲线 和我们之前测试的QD OLED是差不多的 实测 最低亮度10L下的SDR最高 为0.19L 远低于1 属于CIE不可见的范围 白点光谱方面 通过仪器的测试 蓝光波峰占453纳米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12.15% 相对偏低 属于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接着 我们再来看它各接口的带宽 射深和兼容性的表现 它的DP接口是1.4A的规格 连接PC可以达到5120x1440 240Hz 10bit的全范围输入 HDMI接口是2.1的规格 F2254通道10G 也就是40G的带宽 支持DSC技术 连接PC最高可以达到5120x1440 240Hz 12bit的全范围输入 连接XBOS Series X之后 它可以支持到4K120Hz的 HDR游戏和视频内容 并且支持可变刷新率 HDR10以及自动低延迟 连接PS5 它可以支持到4K60Hz HDR游戏内容 开启高阵力模式之后 它可以支持到2K48Hz 到120Hz的可变刷新率 延时格式为422 使用MacBook Pro 16连接 可能受限于目前工程样机的缘故 它无法通过Type-C直连 进行供电和投屏 在Type-C转DP的连接下 它可以实现5120x1440 48到120Hz的可变刷新率 支持SDR 但不支持High DPI Mac的兼容性有待优化 输入延迟方面 在莫人的标准模式下 1080p 120Hz的信号 输入延迟为13毫秒 4K6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38毫秒 开启游戏模式后 1080p 120Hz为9毫秒 4K60Hz为26毫秒 SDR性能方面 目前在Visa官网 还无法查询到它的认证信息 但通过与OLED G8性能对比 和内部资料来看 它通过了Display SDR 2 Black 400的认证 由于OLED像素级的控光 理论上 它拥有737万个分区控制 SDR亮度方面 它存在的ABL机制 在1-3%的APL状态下 实测它可以达到988L的峰值亮度 从3%的APL开始 亮度会逐步下滑 直至全屏为252L EOTF曲线方面 它有ST2084 HLG和HGIG游戏模式 在默认的ST2084模式下 它的大部分状态和PQ贴合度很高 唯一不同的是 在60%到80%的灰阶区域 偏离PQ做滚降的处理 以此来保留更多的亮部细节 在HLG模式下 它的亮度曲线遵循HLG的标准 但相比标准的曲线会略低一些 整体的亮度色调也会暗一些 在开启SGIG模式之后 它的亮度曲线 相比ST2084的模式 更贴合标准的PQ 因此在这个模式下 可以获得更高的实景亮度 ST2实景方面 我们使用松下的UB9000 加完美星球南光盘进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我们发现它的太阳轮廓非常清晰 通过成像色度计生成尾色度 SGIG模式下的太阳核心亮度最高 为486L ST2084模式下为452L 切换到小区块高光场景下 SGIG最高峰值亮度为929L ST2084为920L 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 我们可以看到 岩浆的红色有一定的过保和现象 但画面的暗部细节表现不错 得益于G9原生10bit的色声 在大部分的天空渐变场景下 色界过度平滑 但在部分暗部画面下 我们还是能看到小许的断层 这点值得优化 另外在播放HDR片源过程中 我们发现它会对画面进行补增 这点对于播放低震率的电影 有比较明显的提升 HDR游戏方面 OLED G9拥有非常优秀的色界过度 和暗部细节表现 整体画面的纯净程度 和高光细节表现也很不错 另外在HDR游戏过程中 它可以手动拉高亮度曲线 来提升画面的暗部细节 这在显示器的调校中 是非常罕见的 总体来看 OLED G9的HDR效果 在OLED显示器中 实施优秀的水平 游戏禁忌体验方面 三星OLED G9原生支持 240Hz刷新率 在实际测试中 240Hz的状态下 没有出现跳针的现象 灰阶响应方面 它没有任何的OD档位 通过仪器的测试 平均灰阶速度为0.34毫秒 和其他OLED一样 属于是微秒级的响应速度 在运动响应时间的测试中 它的240Hz刷新率下 BET为3.37毫秒 运动轻易度天地榜排名第三名 表现非常优秀 实际在UFO运动轻易度的测量中 费底后方没有任何的托尾 UFO本体的清晰度 也表现很优秀 整体的表现 属于是目前显示器领域中的第一梯队 游戏功能性方面 它具备5档暗部调节 调节到最大之后 暗部提升明显 并且没有明显的发挥现象 准心调节方面 它有3个不同样式的准心 并且图形的样式设计很出色 线条不容易遮挡视线 好评 体验的最后 OLED G9配备了双5W的扬声器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它的音质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内部做工用料 以它的数据天梯榜的表现 拆开机器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内部结构 由灯环PCB左右两边的驱动板 一对扬声器 以及底部的红外接收器组成 我们先来看光环PCB 类置48颗贴片式的LED灯珠 由一颗瑞莎的16WMCU微处理器进行控制 用料很出色 扬声器方面 这是定制的发声单元 形态是根据显示器的曲率制作 参数为6O5W 用料不错 接着我们来看它的两块驱动板 移除上方的金属导热片 其中一颗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三星Magic Color芯片 另外一颗是三星旗舰电视的芯片 三星亮子点8K第三代处理器 我们先来看Magic Color的驱动板 它主要负责接收和处理视频信号 周围有4颗金豪科技的DDR3内存颗粒 单颗128Mbps 总计512Mbps 亮子点8K芯片的驱动板 在负责处理部分视频信号的同时 也负责处理Tizen系统界面 主控周围 有3颗三星的DDR4内存颗粒 分别为两颗1G和一颗1.5G 旁边还有一枚三星的1MMC闪存 容量为8GB 音箱接口旁是一颗VLAN的公放芯片 它能提供双通道20W的功率输出 Type的接口旁有一颗创尾的GL3523 提供USB Hub的下行功能 面板的T-COM上 也有两颗三星Display定制的主控芯片 面板模组形容为 三星CY-AC490QLV1H 底部有一个Made in Korea的标志 代表它是韩国原产 通过进一步拆解掉显示器的背板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面板本体 再移除掉钢板的固定 它可以轻松变为一块纯屏的屏幕 整块面板非常柔软 可以实现不同曲率的手动调节 为了更直观地研究这块屏幕 我们对它进行的切割 在切割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由双层玻璃基板构成 分别是QD颜色转换层的玻璃基板 和薄膜晶体管的玻璃基板 两块基板的结构 加起来仅有一毫米 整体从拆解的部分来看 它采用了三星亮子点8K芯片 加麦这个Color的双星设计 采用自家新一代的QD OLED面板 还有模型系 整体的做工和用料 都是极其出色的 接着我们来看OLED G9 实测数据方面的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色坐标计算 它达到了156%的SGB容积 色域天体板排名第15名 表现优秀 SDA亮度方面 实测最高亮度为438L 亮度天体板排名第36名 全屏最大亮度为256L 以此成绩排名 亮度天体板排名第132名 静态对比度方面 由于OLED的特性 理论上它拥有无限的对比度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四角移的测量 它的可视角度属于是非常出色的水平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15公格的白点测下 它的最大差值为2.64% 均匀度天体板排名第4名 表现优秀 SDA单独测项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峰值亮度 实测为988L SDA峰值亮度天体板排名第16名 SDA静态对比度方面 由于OLED的特性 理论上它拥有无限的对比度 分区背光方面 OLED的像素级的控光 理论上 OLED的G9拥有737万个分区控制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重点 响应时间方面的测量 通过仪器的实测 平均灰阶达到了0.34毫秒 灰阶响应速度天体板排名第8名 运动响应时间方面 在240Hz的状态下 BET为3.37毫秒 这个成绩 排名运动轻易度天体板的第三名 表现优秀 好了 按照惯例 我们先对它进行一个优缺点的总结 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 1.使用全新一代 240Hz QD OLED的面板 相较于已经很优秀的 175Hz QD OLED 在像素排列 射域 照度对比度 和刷新率上 均有一定的提升 2.回接响应速度 运动轻易度表现都非常出色 49寸的超宽待遇屏 非常适合玩赛车类的游戏 3.5120×1440分辨率 240Hz刷新率 纯黑显示 无限对比度 也没有任何的漏光现象 4.SDR色彩管理优秀 具备多种SDR亮度调校曲线 整体的SDR实景表现也是不错的 5.机身采用了一体冲压成型的金属外壳 内部采用了双芯设计的驱动板和抵抗板 整体的做工用料非常出色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缺点 1.SDR模式下ABL机制依然明显 大面积白厂变换的场景下 还是会看到明显的亮度变化 2.菜单操作逻辑略显复杂 需要用户一定的适应 3.作为工程样机 它依然有一些需要打磨的部分 SDR色准 输入延迟 以及菜单的操作流畅程度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三星OLED G9的全部的设置报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你能帮我们点赞 转发声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